相距海洋最远的城市乌鲁木齐正在持续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就像社交网络上人们相互鼓励鼓气的言语一样逐渐升温,温暖着一座城。 7月29号晨8点30分,作为该市长春南路社区疫情指挥长于小平,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亲自到检测登记点查看往来人员记录,随后开始处理一天事务。 他告诉记者,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调查,为居民有序安排核酸检测,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身兼宣传员、安全员、管理员、快递员等多个职责,工作到深夜已经成为常态化,看到不少市民在朋友圈里为他们点赞,内心十分感动。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正能量的传递,这次的疫情在我们社区体现得非常好,对我们祖国的认可,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对我们自己能战胜这次疫情的坚定的信心的一种举动。 为防控疫情,乌鲁木齐市于7月17号开始实行小区封闭管理,严控人员流动。 从那天起,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承担起居民一切生活物资的保障。 郎腾是在社区招募下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他告诉记者,平均每天行走一万五千多步,为居民买菜、买水、倒垃圾,每天上下楼几十趟。 他说,事情没有大小之分,志愿者的付出是看得见的,而市民居家也是一种付出。 给这些住家户跟好邻居们提供完帮助以后,他们的感动之心是由内而发的。 我的心就是非常温暖。 虽然疫情无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是很有情意的。 温暖不止停留在点赞和朋友圈的留言中,在免费核酸检测现场, 大学生冯豪看着医护人员在闷热的天气下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检测做完后,他给医护人员深深地举了一功,表达对工作人员的敬重和礼赞。 每天面对这么大的检测量,医护人员们都很辛苦,我觉得这个鞠躬是他们应得的。 7月29号,新疆卫生健康委通报,截止7月28号24时,新疆现有确诊病例322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33例,上游9,12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